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中的案例如社区媒体讯息 好友转发贴文都可能有假的资讯隐藏在里头 今天我们看了讲解之后就了解到 可以到这个查核中心去查证 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 谢谢 很感谢我们能够收到这种讯息 希望以后还是有这种机会来接受这方面的讯息 印象深刻就是说像那个馆长的假讯息 我看过了 我是蛮相信的 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假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以后不可以乱相信这种假讯息 很感谢 这个AI时代真的是假讯息太多了 人人都可以制造假讯息 这个让一般人真的真假莫变 分不出来真假 但是我们今天听了你们的讲解之后 以后知道怎么样去查证 怎么样去了解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除了分享案例使用工具辨别真假消息 讲师也透过互动小游戏 帮助民众测试自己面对虚假讯息 有多少抵抗力 指南力张家南离掌就提到 诈骗讯息充斥在你我生活中 提升大众思辨能力已是必要课题 今天这个课程呢 我都真的举办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老本家也学到很多的观念 就觉得说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的假讯息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接过很多老人家 打电话给我们 跟我们求证 我觉得这方面真的很好 他们现在已经有那种意识 然后就说 我们现在的假讯息真的非常很多 那今天又上了这个课 让他们更知道说一些网路传的东西 更不要去信任小信 因为以前是都电话诈变 现在是网路的事实在也很流行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会多提个查证活动 让中家来学到 让我们理解能够更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看到觉得可疑的讯息 做个谣言终结者 避免触法外也让身边朋友不受骗 可以透过讯息查核的官方网站 或APP帮忙检视 了解资讯来源或向专家请教 都可以避免误传错误讯息 遏止谣言或不实讯息的传播 中家团体美体试图 算了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